当河西的阳光,透着茂密的梧桐叶,洒在花园洋房鹅卵石的墙面上,留声机悠悠地吟唱着马斯南的法国相送,无处不在的法式浪漫触手可及,不觉见视觉便进入了复兴中路充满格调与风情的斯南公馆。 大家好,我是Jeff,今天我们来探访的这套房子是一个粉丝网友正在出售的千万级的豪宅叠处,它位于大名鼎鼎的斯南公馆,绝对的烫金地段。 而且从本期开始,我将连同摩托房房房陆续走访一些粉丝的家,只要你觉得你家的设计很漂亮,或者是正在出售或出租,通通私信我,只要是好房,我们都拍斯南公馆,走起。 提起斯南公馆,要追溯这里的历史还得从斯南路说起。 1914年的上海法族界第三次的扩张,工董局修筑了这条马路,以法国音乐家马斯南的名字而命名。 1946年后呢,更名为斯南路,解放后呢,斯南路被定为上海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之一,还位列上海11个历史东贸保护区之中。 像周恩来,徐志摩,梅兰芳等如雷冠尔的名字,可曾都居住过这里,而这里几句海派腔调的洋房住宅呢,和两个名字有关。 前者啊,叫第一杀巨棚,是个法国人,专门从事啊,地产租赁省,后者呢,是家很有年代感的企业,名叫一品洋行,在收购来的土地上建造了23栋花园洋房,命名为一品村,也就是现在的斯南公馆了。 目前的整个斯南公馆片区啊,坐拥了51栋历史悠久的花园洋房,8种不同的建筑类型,绝对称得上是上海近代居住类型的博物馆了。 我们到了,现在我们就在位于斯南公馆东院的住宅区的正门,要我说啊,其实去过了也不少的豪宅的这种大堂,什么富丽堂皇的都见识过了,但是总觉得还缺少那么点底蕴。 诶,但你看这家伙处在那儿就不一样了,他可是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洋房啊,官方名称,外廊市大宅,斯南公馆,宴会厅,想当年的上海滩啊,这可是只有上流人士才能进出的地方。 今天啊,我有幸同视频间的你啊,一起走进去看看,来,同我一起把牌面打在公屏上,走。 做完严格的登记啊,总算是进入斯南公馆东院了,东院呢,为纯私人的住宅区啊,不对外开放,占地2.1万平米,仅有一百十八户,每一套啊,都是珍藏级别。 几乎很少能在市面上看到有人挂牌这里的房子出售,2013年非常低调的开盘首期,19年为第二期,当年啊,起售价都超过了10万元。 别看现在上海10万家的小区啊,遍地开花,可要放在10年前啊,敢定价10万的,那可是妥妥的豪宅区啊。 来,弹幕告诉我,10年前,你家的小区,多少钱一瓶。 Hello,YouTube,欢迎来到我家,I Wish。 今天我们参观的这一套呢,是一个247平的富士叠树,2019年的准线房,四房,南北通的步行。 据说啊,现在的业主当年可是花了大代价,从开发商手里的保留房,抢到一套,你懂的。 现在呢,我们位于这个近40平米的客餐厅的空间,虽然现在没有进入软装和家具,显得略显空旷,但是我们呢,可以从它的格局能看出,非常的方正,而且南向,正对着东院的这个远景,景色还是非常的别致的。 好问题,你知道单向反向玻璃吗? 就是那种电视距离演的审讯式的,外面看不到里面,里面能看外面的那种,装上那个就一劳有意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套房子的厨房区域,可以看到它的厨具和家电都保持得非常完好。 这真的是二手房吗?维护得正好,很轻眼。 因为业主从来没有住过,任性。 窗口厨房是一个小小的设备间,旁边呢,就配置了一个在厕所的保姆间啊。 走廊的另一头,一个客位,然后是一个标准的卧室套房。 感觉洗手间好多哦。 对哦,好像我们一层就看到了三个。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呢,其实也说过,厕所的数量是检验豪宅的唯一标准。 现在我们来到二楼。 二楼呢,这边一上来,首先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 这里呢,可以当作是书房,或者是说Family Room,家庭式的一个功能。 如果像我这样子的有的二台家庭呢,可能就会再做一个房间。 当然了,这间位置比较差的,肯定留给哥哥。 然后再往里面走,是一个北向的套房。 这间卧室呢,就非常的宽敞了。 那这间肯定是留给宝贝妹妹的。 从阳台走出去,就是四南公馆北里的商业街了。 所谓粗则繁华,入则宁静,也就是这样了。 好,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空间,就是这个主人房。 主人房呢,也是正南向对着小区的园林景观。 然后面积呢,我感觉跟五星期酒店的一个大床房差不多大。 不过提起酒店,要知道,四南公馆的精品酒店可是贵得出名的。 据说一晚上的租金要四万块钱,一年的租金五百万。 反正我是没住过。 不过对于那些之前热衷于去宝贝莉拍照的小姐姐们, 我建议可以来四南公馆走一走啊。 如果能在这里拍拍照,那才是真正牛逼。 其实啊,想要在上海买对好房子,说简单也很简单。 四个字记住了,地段产品。 我们用数据说话,为此呢,我找到了2020年全年上海楼市的二手房交易数据。 相比于其他环线呢,内环内的房子啊,比19年同比增长是最多的。 企划到去,大家可能都认为啊,浦东涨风最凶。 但真正的王者啊,还是全境位于CAZ内的黄浦区。 毕竟百年上海的根在这里,顶运这种无形的资产呢,是无法替代的。 新房方面,在2021年开的新盘里啊, 前有积分拉满的复兴龙玉,后有万众瞩目的翠虎五级。 无论是在销售金额还是积分排名上,黄浦区啊,都可以说是傲视天下。 再来讲产品,无论是艺术品,奢侈品,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玩一个稀缺性。 而对标到房产呢,花园别墅类的洋房绝对是上海住在塔尖的存在, 即使是汤城和翠虎啊,也不可匹敌。 特别呢,是在县书令颁布之后,完美作用配套的城市类别墅, 就是大多数顶流人群的终极居住梦想。 回想一下,有多少朋友啊,曾听过今年悄悄开盘的黄浦区累别墅豪宅,陆香园。 那低调啊,可真是令人发指。 为什么?因为生怕抢的人知道啊。 当钞票不再是问题的时候,买黄浦的别墅就对了。 从业主独用的侧门出来,就丝南公馆北里特色的商业街。 丝南给人的印象是精致,是高级,是老上海的味道。 在这里呢,国民风情和现代时尚结合的天衣舞后, 除米其林、黑珍珠、精品酒店等, 这里还有一种独属于丝南的生活方式, 隐含着岁月味道的同时,也蕴藏着传统的文化底气。 音乐、艺术、事迹、商业,在充满复古气息的丝南公馆, 尽情享受海派精致文化,缤纷生活,触手可及。 就像号称魔都最精致的书店, 丝南书局就位于复兴中路517号上, 一栋1926年建造的欧式近代独立式花园住宅里。 历史感满满的老洋房,赋予丝南书局丰富的灵魂内涵。 而来来往往的读者呢, 则给这个老洋房注入新鲜的博力,得以重申。 丝南公馆还有另一处充满韵味的文化地标, 就是由作家莫言提写扁排的丝南文学之家。 这栋颇具代表性的建筑为带内院独立式花园住宅。 如今呢,这里既是一个爱书人的向往之地, 也是上海公共文化的一个地标, 所谓则幽而处,则灵而居, 谈笑皆红如,往来无白丁。 在每周六下午的读出会,欢迎你来这里走一走, 你不知道你会听到什么, 但你可以期待一段意想不到的美好经历。 整个项目参观完了, 最大的感触就是这套房子所处的地段。 有文人默克和艺术大师留下的文人气息, 也有时代建筑赋予它的独特风景。 它们的融合使得这条路上的品味超凡脱俗, 也是任何一个新建筑宅无法比拟的。 另外呢,在复兴路这样的风貌保护区, 一套十年以内房龄的住宅可谓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如果你对这套叠数感兴趣, 欢迎私信或留言给我。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帮你买方必肯的Jeff,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了,拜拜。